中國四位新公民運動成員 丁家喜、李衛、周長青和張寶成 禮拜五都被控拒重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被判兩到三年半刑期 中共從去年開始鎮壓新公民運動 已有數十名人被關押、起訴和受審 引起國際人權阻絕擔憂 雲南省取經下孩子煤礦勝水事故 截至18日上午8點 受困礦工遇難人數升至19人 仍有三元代救援 法國隱星雙雷諾 近來赴大陸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 沒想到走完紅毯開幕式後 傳出他17日因為呼吸道疾病送醫住院 原因可能是不適應北京空氣 韓劇Hotel King在韓收視率打11.7% 居同黨韓劇冠軍 劇組日程手來一名靈眼穿戴鼻草 掛滿金項鍊、戒指 分中國旅行社土豪 總用鼻孔看圓 平用中文抱怨 瞧你的熊樣太虎了 諷刺意味十足 但也引起大陸網友圍剿筆戰 新航亞特電視總理報導 新航亞特電視總理報導